一幅一幅变到这边 反正这个范围呢一定是要固定的 因为如果你不是固定的话 他会抓到的是都是都是1啦 都是1 那如果说你给他这个是实际上位置的话 他回来就是第几列的意思 才会是列啊 所以这地方特别注意就是 你在做这个地方 实际上的列 原来的部分 然后你如果要改的话 比如说我把这再复原 这个是原来原来的列 那如果你把它再加上那个small的话 记得剪一下之后 这边插入一个那个筒子 或者最近使用过的small 那把这个贴上的时候 记得你会发现后面 他这个过来的东西呢 都是1啊 为什么是1啊 因为如果他为true的时候呢 他就是啊 他就是抓什么 抓这个 Raw减1啊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的 这个在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他就是不是1 1就是n 可是这样不对啊 不是1那你怎么 没有没有办法再让他排列啦 因为1啊跟n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要1跟n 而是要什么 要他实际上在哪一列 那实际上在哪一列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改一下 就是这个有个 哎 如果你不是很能够理解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上面的变化 因为他这个上面也可以给你一些讯息啊 比如说把这个地方改一下改成什么 改成实体的范围 这个实体范围就是把这个地方点一下再去选取哪一列 选完哪一列之后呢 记得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这边记得把F4锁起来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在reference回来的东西就变2到12了 刚刚全部都1嘛 1的话回来没意义啊 1我不知道哪一列 那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 第2列到第4 他就是哪一列的实体位置 OK 那你把按确定之后 再回来看呢 就会比较能够理解 然后其他的话 这边也是一样 因为等一下这个地方你要把它锁起来 然后等下后面这个 逗点第7小 这个刚刚那个参数没加 你要把它减掉4 一按Ctrl Shift加Enter Ctrl Shift加Enter 这边是不是少 这个范围记得按F4 那刮弧这个 多一个刮弧 OK 好那这边一样 Ctrl Shift加Enter 另外的话还记得这边 这边也要把它 这个也要锁起来 因为如果不锁的话 向右 第2列没错 可是你向下 变成怎么样 他会变成第4列 为什么这个范围又跑掉了 OK所以特别是这个地方 也要锁起来 OK所以把它加一个前的符号 也就是这两个范围啦 反正你记得就是这两个范围都要是固定的 Smart才能比得出来 OK Ctrl Shift加Enter 好那就把它向右 向下 这样的话呢 至少这个 先把那个表格做出来没问题 好这个是第1个 我觉得可能最容易出问题在这里 第2个 这个有关那个1班2班3班这个 下拉清单我想前面都有讲过了 其实 那这个怎么做的 实际上你可以找到资料验证 做下拉清单有几种方法吗 不外乎就是你给什么呢 给一个来源 那来源的话 你可以给个清单 再不然就是什么 如果你是固定有3个班 那你就1班 逗点 2班 逗点 3班 但是前提是你固定是3个班 而且几乎不会改变的情况下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不建议了 不然你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 假设这个来源 你可以把这一边 假设你这个班级 那你比如Ctrl C 这旁边 或者在其他的工作表上面 你可以 新增一个工作表 不过我们 先直接在旁边做好了 移植重复就好了 然后呢 有标题按确定 有没有按确定 你会把123班就出来了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什么 再利用这个 我前面讲过嘛 我们清单大部分都是 我的习惯 会在这边先建一个名称 那建名称的话 比如在这边我希望建一个名称叫班级 从选举范围 顶端列 有没有 帮我建一个清单 按确定 那你可以从名称管理 你能看到一个 清单的名称 有没有一个名称 对应它的范围 就是这个 那当然将来你如果要做个下拉清单 你也可以怎么样 资料 里面的 资料验证 先清单对 来源的话你就不要这样你就是按F3 去找到班级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下拉清单也会出现 类似像这样 反正我们就是有个清单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让他切换 他会跟着上面跑 那这个是第1个 有关那个用公式来做 那其实难度已经很高了 那 可是用VBA会不会简单一点点 其实 当然 一讲到VBA 就不算简单 可是呢 基本上我觉得 它的好处是 不会把它全部写在同一行 因为如果你把它全部写在同一行的话 说真的可阅读性很差 而且 也非常容易做错 即便你做对 就差一个地方你就 就是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 VBA怎么做 基本上呢 我们来demo一下 其实它到底差不了多少 按 比如说我选了一个 一般 按个班级 这个是开发人员里面 有这个 还是我 停用 是因为我刚刚有在跑 停止一下 OK那基本上反正就是 你选了其中一个 按下班级 应该会work OK那请各位先试一下这边好了 我待会再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地方的话 主要 我们来demo一下 当然 第一个就是我们选的其中一个 按下班级 那基本上做哪些事 第一个就是先把里面的资料先清空 OK第1个 反正因为你要先抓 就是要抓其他班级过来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资料量多的话 像这个多 应该是会把旧的盖过去 可是如果说他 过来是要是少的话 像二班 如果你不清空 变成这样 他过来只有两笔 底下都是旧的 那就不对了 所以基本上第1个 先把这个范围清空 这个范围怎么清空 前面还有写过吗 Range 可能是G5 一直到J J12 点clearcontents 一行就搞定了 对不对 前面讲过 第2个要写什么 第2个就是 那 你需要做什么呢 其实 你需要 把资料怎么样 写在从第5列开始 第5列 所以你这边 我这边是多一个K的变数 K预设值等于5 意思就是我将来要写到第几列的意思 第几列 OK那我就建一个 变数是K 如果他已经写一笔的话 那我就把K再加1 K再加1的话 变6 往下一直写下去 好那做什么呢 做一个回圈 回圈写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个 这个H2 就是Range H2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这个 For I 等于2到12 的第几栏呢 第A栏 那把它比一下 如果相同的话 那我就把他的 A栏 然后把他的 B栏到 E栏的资料怎么样 整个 放到这边来就好了 那这边是第几列呢 其实就等于K K列 所以程式就写完了 逻辑应该了解吧 然后呢只是程式要如何把它 写出来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基本上 你们可能要 未来如果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VBA怎么写 其实就很快了 OK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其实我大部分就是 写VBA 其实就是 要知道自己先要做什么 然后再把它逐步的写出来 那也许你刚开始不会了 你可以把你会的部分先写出来 把你会的部分哪一些呢 包含第1个 插入个模组吧 应该会吧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班级 这个应该我们练习了N遍 然后再来呢 如果你不会你就把度解先写出来 比如说1 做什么 删除旧资料 2输出哪一列 哪一列数 第3的话呢 用回圈判断班级 所以 我们逐步来看 我想这个都各位都写过了 第1个先删除的 第2个 一个K 这个K是个变数 名称不见得一定要叫K 你高兴叫什么就叫什么 OK 但是它预设值就是5 5的意思说 我将来要写到第5列 那如果你未来你要输出到其他列数 你就自己再去增 去增加或减少 再来呢 这个范围是我要判断的 所以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但12的话你可以写成用增测的 最下面一列 那再来就是写一个回圈 回圈我想前面我们都写过嘛 一副什么呢 刚刚讲的 这边的这一列 就是什么 I列的A栏 如果等于 Range的 H 2 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这个位置是固定的话 一般我会写成用Range 那如果你会变动的话 比如像这个 从第2列到第12列 我会写成Sales 所以前面一直有同学问说 老师Range跟Sales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你什么时候用Range 什么时候用Sales 基本上 一般Sales都会跟什么 Fall 配合 Range的话指的就是你这个位置不会改变的 OK 比如说我要抓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点像你按F4 不是锁住那个吗 你就用Range就好了 后面的话就H4 H2 那就比对一下 那 第1个会先把这个先抓过来 跟他比比看 那我要二班 是不是二班 不是 不是的话他会做什么 就跳过了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OK 就跳过了 NAS 换下一列 下一列的话 再把这个 第3列抓过来 比比看 是不是二班 不是 OK 那换下一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 所以是的话 做什么呢 就帮我把什么 把后面东西 call给前面 你们应该前面都写很多 反正在固定的 对不对 那后面的值是什么 I I现在多少 4 对 所以等于是B4的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呢 C4的东西 这个 一直到E4东西 反正就这一串东西 帮我一个一个call过来 call到这边来 call到哪一列 K列 前面不是有个K 5 哪一栏 G 对不对 G到J 所以你会发现 反正这个顺序 用推 就是写的时候 其实就看一下这边 他照写 但是呢 你已经把它call 列过来了 那你不能一直还是K 因为K已经被占用了 所以你现在要怎么样 把它加1 再写回去 所以 等于还是5的 加了1之后 就变6了 有没有 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呢 再下一个 就再找 这个不是 这个又是了 那把它call过来 所以他变6了 就call到这边来 再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OK 这个逻辑 如果我发现 如果以 刚刚的函数逻辑跟这个比 这个 这个应该是比较 可阅读性也高了 而且比较好理解 不然你刚刚那个光 Ctrl 6加Enter 光small那个地方 你可能就卡住了 对不对 这边就没有那个问题 因为他只是一个回圈 而且这个我记得前面好像我没有写过类似的 有没有印象 那其实写来写去都差不多了 反正主要你要先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的 其实他只是最关键的你们可能会 会有问题就是这个K K就是将来你要转移到那边的是第几列 另外就是说比这个逻辑比对 我想前面也写过了 只是说把后面的东西 搬到前面 这边如果你会 其实后面顶多记得要K把它K加1就好了 大概这样而已 前四反而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比较复杂的 一些 工作 其实 VBA反而比较有优势 如果你用那个什么Ctrl Shift加Enter 反而很多人会 做不出来 这个反而比较简单 OK第1个 那最后当然有同学会问说 这个做完了 然后把它跑跑看 这样下拉清单 Enter 然后这边按个班级 那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这个麻烦 为什么你这边还按按按钮 才才会去去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方式就是你根本不要按按钮 当他改变的时候 就等于是执行他 这个前面有没有做过类似 应该也有吧 其实 主要就是说如果 我们要当这个地方改变 就去执行他的话 那记得在哪边呢 1 这个一个是事件 哪个事件 你要先找到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物件的他 点他两下 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里面 会有一个worksheets 里面有一个叫 券局 的事件 当他券局的时候 那可是问题你不是所有都券局啊 你要判断 如果什么呢 我们h2 券局的话 所以呢 他会透过一个叫target 上面有一个 这个物件 target的物件 点address 他的address 他的位置 如果等于什么 h2的话 就是改变的那个是h2 记得是用绝对的写法 就是h 2 z 做什么呢 endif 先打endif 然后 去扣什么呢 扣班级那个程序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扣 然后打一个班级 这个班级的名称 实际上就是 模组里面这个名称 要一模一样 你自己也不能打错 多一个少一个 空白都不行 那也就是他 改变的话 就会执行 所以这个按钮基本上 也可以拿掉了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点击他 当然习惯上会 设个中段点在这里 OK 如果说我 券局的 OK 这边设个中段点 然后点击的时候 一般 对 那我 因为有设个中段点 所以程式停在这边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 券局的是 确定target 是不是H24 然后F8 他会扣班级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表示 我就会去 什么 去比对 所以基本上后面都一样 所以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完全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按按钮 他就会自动去改 OK 所以基本上的写法 这个也是还蛮常使用到 所以第1个 先把班级写完 第2个 在 这个工作表物件里面 这个 劝局的时候 写这一些东西 就完成了 我们这个 下拉的时候产生我们要的下面的资料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 基本上呢 如果说 你有个总表 这个总表 你希望呢 有个下拉清单 常用 你可以用 像什么 像1到12月份的报表 OK 如果你希望1月份 有没有自动把1月份的报表产生的话 2月份把2月份的报表产生的话 其实 就可以套用 这样的一个 应用方法 那未来也许是你可能在 总表 跟 显示下拉清单是不同的工作表 那我是建议如果不同工作表 你那个范围你就尽量用定义名称的 有没有前面都一直特别强调 要按F 定义好名称之后 再按F3 就可以取得那个范围 OK 所以这个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一键完成 下拉清单的报表 那其实 其实并不困难 用法的话可以 参考这边 去做一个变化 有两种方法 也许你看看哪一个方法你用的比较顺手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你用VBA 像这种东西比较复杂 你如果用那个 Excel里面来写 有些真的是写的很容易就 就是做错 或是怎么样 也看不出来 给试试看 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 后面我们还一起综合练习题 那我想就是挑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好